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关于你的莫名执着 想有开种子在心里等着结果 也后知后觉 确定每次当你不在我就失落 就算分开一刻 都觉得舍不得 我大概是疯了才会认真不说 是非你不可 是早已诚恳 有深刻的在爱着 如果有可能 让我和你从路远变做我们 一日三才有你在才算是丰盛 爱不用假设 只要我的心 懂爱你有多认真 以余生为真 从此后我只想要一个我们 梦里现实用你在才算是完整 我越陷越深 才懂想给你幸福的心多认真 以一辈子为真 嫂子 你听到的都是她嘴硬说出来的话 而且这话你就听到了一半 这些话你敢不敢当着她的面说 当然 我也想对她好 但一切都完了 她一直都很后悔跟你说的那些蠢话 除了按照之前约定好的 在孩子还要爷爷面前 我们好好演戏之外 你不用再做其他的事情 宋浩宇她就是白掌了一张嘴 不过她已经在努力弥补之前对你的伤害了 你难道没有感受到吗 你要是去了别的商场 我反而还看不到你了 究竟该不该相信自己的感受呢 也许这些关心和在乎都不是我的错觉 宋浩宇 你心里到底在想什么呢 男人的满足来自于废出 如果不被失求成功于万幸死亡 现在思乐也算在繁衣工作了 她还能有哪些需求呢 宋总 之前推荐会搭建的工程费用已经审计完毕了 但是现在有一笔款迟迟没有发放 市场部和财务部相互推诿 所以我来找您公布一下 为什么工人劳务拨款流程到现在没有走完 本来这笔费用是规划在市场部的经费里 可是由于器材租赁公司那边 没有及时把保证金返还到财务部 所以他们无法推进下一个流程 让市场部立刻给器材租赁公司发催款 好 和亲 这两天齐斯乐在凡衣那里 工作顺利吗 目前看起来还是挺顺利的 不过 吴店长说 夫人她这几天心不在焉的 像是单相思一样 单相思 说是夫人有事没事就一直在擦东西 又经常在发呆叹气 如果真的是单相思 那夫人她肯定是在想您 想我 没其他事的话我先去忙了 记得崔凯涵啊 好嘞 看来我还没有满心死亡嘛 不行 她想我一想到工作就不好 为了她好还是去找找她吧 知道了又能怎样 好与不倾口说出来 我们的关系也没法有所改善 有些事啊 说给姐姐听吧 你不告诉店长也可以告诉我 真的没事 斯乐有人找 这款是十八K玫瑰金钻石项链 它主打的就是中间这颗稀有的钻石 我觉得这套不错啊 这套也太贵了 建议你买的马里票 我买贵的你不应该感到高兴吗 斯乐 店长稍等一下我这边马上啊 可你是我朋友啊 你来跟我充业劲 我已经很不好意思了 没事就这套吧 不行了你再看看别的话 是她 是她 她总在这儿 真的没有这个 你怎么来了 我还在工作 有什么事吃午饭的时候再说话 我就是来找我太太吃午饭的啊 你好 我是宋浩宇 没想到会以这种方式 跟KL亚太区品牌执行官 请你总见面 幸会啊 最近这么频繁来我们茂林 看来是早就关注我了 这么看来宋总也经常关注我呀 我只是关注我的太太 您的确需要多关注一下斯乐 毕竟娶到这么好的太太 知名宋总你的运气不错 是 我运气是挺不错的 不然我们婚姻也不会这么幸福 我和斯乐也不会这么相爱 对了 宋总 上一次草草挂断了你的电话 还是很抱歉的 我今天过来不谈公事 老婆 走吧吃饭去 我还没下班呢 我还在工作 当然是跟老公吃饭最重要了 可是我这肯定要活了 吴店长 我们先走了 走了 秦天 店长 您帮我照顾一下我朋友 好的 秦天 我在爷爷报消息啊 走走慢走 秦先生 吴助理 小姐 随可晗啊 你就当 你就当忘记了吧 你的下家我已经给你找到了 我会亏待你的 你都太齐了 请慢用 谢谢 吃吧 对了 你跟那个秦天怎么认识啊 第一次带晨晨去集市摆地餐的时候认识吧 当时还是她帮我找到了晨晨 说起来认识了一段时间了 其实 没想吃的时候 怎么了 没什么 她不会是误会了 再吃醋吧 我明天要去凡衣买东西 买什么 我那个 和做伙伴过生日 要买一件生日礼物 你不是上班吗 你来接待我吧 不行 凡衣那么贵 你这样帮我充业绩 等于花了咱们自己家的钱 多不划算 我的意思是说 买礼物嘛 没必要那么贵 心意到就行了 没关系啊 反正凡衣赚的钱也要经过茂林的 这样算下来也不算浪费啊 那也不行 你帮我充业绩等于作弊 那为什么刚刚那个男人就可以 我就不行了 你们俩那样嘛 我吃饱了 你都没怎么吃你就吃饱了 我不饿啊 我还有会 先走了 单记得买一下 你让我买单 你带我来这么贵的地方 浪费 服务员 打包 什么意思呢 不一样 我跟他到底有什么不一样 你说得对啊 他对我的态度为什么一伙一个样呢 你今天怎么来了 我最近总失眠 我对他掏心掏肺 他就狠心见他 可他还是在我脑海 挥之不去 我跟他表白说了很多肉麻的话 你知道我帮他过身有多用心吗 我把心掏出来 他给我出身筛子 不 不领情 斯勒为什么也不领情呢 原本是要来找你的 不过我找到了这本书 定有意思 我 你还看这种书啊 和亲的 腊舌了 难道这本书里面 有什么是让你觉得很有用的吗 不然你看这句啊 女人的感情就像起伏的波浪线 此时她不需要建议 更需要的是陪伴和倾听 这么说我得主动一些 没有机会也要创造机会 浩宇 嗯 我想问你个事 你说 你跟秦天之前就认识吗 怎么 不然提他 我就是想 之前的沙发呢 我我我睡觉翻来覆去的 就是坏了 那怎么睡啊 不合适吧 那 怎么办 这就有回事了 服务 此时她最需要的是 有人能陪伴她度过这段煎熬的时光 倾听她的诉说 同情她的遭遇 齐斯洛 我们聊聊吧 聊什么 我不反对你工作 但不要待在反应 为什么 因为同楼琪 不只是因为她 还有 还有什么 这次也太难受了 不省这两天要做清淡点了 这两天怎么做这么辣 真吃醋啊 什么时候开始的 忍住 她不说出新礼物 我 我就不能跟她主动 而且现在最重要的是 得赶紧完成我的销售额 这么顺利都是托你的福 不是吗 很快她就再露不出那虚假的笑容了对不对 不出两天都要开始了 齐斯洛 你怎么来了 下班时间当然是接你回家 我还没有下班啊 不是 我差一点就能达到转正的营业额了 我刚和吴店长申请了 我要加班到晚上九点多呢 真的不需要帮妈妈 需要 那 你可不可以今天早点回家陪陪孩子 行 我怎么这么倔呢 我也不是倔 当初我说要出来工作的时候 萱萱和晨晨她们很支持我 我只是想让她们明白 妈妈也可以像爸爸一样 赌当一面 那 我先回去了 拜拜 我还不回来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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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宋星辰 宋星辰 安静一下 爸爸 妈妈呢 妈妈 工作呢 什么时候回来 什么时候回来 你们睡觉前就会回来 那我们什么时候睡觉 对 你们该睡觉了 现在我们就去睡觉 不哭 好 爸爸 我也想要哥哥 那种的恐龙 你给我买好不好 买东西呢 我不在 今天不会去帮她开单吧 爸爸 你给我买 好 爸爸明天给你买啊 来 程程 你买你的恐龙 给妹妹先玩一下 来来来来 sax 先生 先生 姐 先生 姐 你怎么 guilty 我回来啊 赵才帮你 我九连班才想来的 我就把你 Zach 我再喝点水 我知道 glued 来 你们俩接着玩 没事没事 爸 我不生气啊 好 喂 子洛 孩子们 喝牛奶 把那床单上砸的全部都是 我不知道怎么办了 你什么时候回来啊 你这种毒事啊 我在该怎么结婚呢 我过来 那 喂 这小男孩 走啊 走啊 感觉到 越来越冷 四周越来越黑 回头一看 发现来的路都不见了 爸爸 我有点怕 萱萱怕什么呀 嗯 怎么了 齐斯乐 你什么时候回来啊 萱萱怕了睡不着觉 萱萱 给你妈叫 妈妈 我好怕 听见了没有啊 你到底有没有责任心啊 好好好 我马上过去 快点 10 kills 他说 什么 他ros 我的朋友 快点 我 他小小小 worden 当 opened 你怎么这么有安全感呢 太舒服了 回来了 给我的 葫芦住民 谢谢啊 想思念很轻 想起你温柔 细腻又呼吸不觉得 沾满心底 来好人顺顺觅觅觅不停 却拥抱你 要蜿蜒多远的距离 你和你 都拖着你 又拖着你 确实 原来你早已经是我 绕不开的四季 爱你 我不能停止你 把我梦重见你 全都长着你提望 你明晚还会这么晚回来吗 不知道 干吗要什么拼啊 我不想说给他 还有什么 请不吝点赞 你拖着你 今天很久 。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宋总那里出事了媒体都来了 大家安静 大家安静 听我说 听我说 你们是报名的数号语言 大家的风险财务已经在审批了 你这么大个老板还用审批 你们大公司就是黑金 不管我们死活 放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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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 放钱 放钱 你没事吧 我没事 你们干吗呀 各位大哥 你们先冷静一下 谁啊 我是她的妻子 我最了解她 她是一个最懂得什么叫责任心的男人 所以这其中一定误会 你们先冷静一下 你给女人躲个屁 你没事吧 我没事 你没事吧 你受伤了 宋总 快请 报警 我来报警处理 咱们谢谢 快请 报警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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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喂 伍助理 你怎么把事情搞这么大 还叫了机车 你这屋怎么收场 你本来就不需要收场啊 新公司在向你招手 而且你这个人做事真不讲规矩 我这个人做事一向都不讲规矩 疼吗 你是不是傻 刚刚那么危险 就这么直接冲进来了 我 我没有挂你的意思 我只是 怕你受伤 你看 我这么大的个子 就算动起手来 未必也会吃灰 你一个女孩子这么瘦 她喊着要保护我 我 我也不想那样 可是我 我知道 我就是忍不住 你 你 你 我 你 我 我 我 你 我 你 我 我 我 你 我 你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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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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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我 我 你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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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韩国进行追责吧 他已经主动离职了 而且市场部总监那边 也已经递交了辞呈 态度很迁绝 主动离职 这件事有蹊跷 到时候好好调查一下 现在舆论怎么说 这件事造成的影响很不好 网络上也已经开始发酵了 我们现在 马上让公关部 发表声明 好 我最了解他 他是一个最懂得什么叫责任心的男人 所以这其中一定误会 你们先冷静一下 所以宋总就是这样受伤的 知道了 那您不去慰问一下 这不是有人管吗 我跟着操什么心啊 当着这个祭司乐 挺暗无关不相看的 佟总 那 以后有关于宋浩宇的事情 除了工作其他的都不用告诉我 下试 艾菲 你慢点 你没事吧你 我 我看见视频了 你受伤了没有 你怎么吓死我了 我没事 没事 你看我这胳膊腿不挺好的吗 你真的要吓死我了 妹夫呢 妹夫也没事吧 没事 你当时为什么会再冒脸啊 还有你这衣服啊 为什么穿这衣服啊 我跟你说你又忘了是不是 我之前不是跟你说我去应聘销售了吗 对对对 所以啊 看看我 我现在在茂林的珠宝店上班啦 你说你放着好好董事长夫人不干 非要给自己找罪手 我有多喜欢珠宝横业 你又不是不知道 我现在好不容易有这个机会 我当然要抓住了 再说了 这销售也没有什么不好的 我这不是心疼你吗 行吧 你想干的事咱就去干 但是你要在店里被人欺负了 立刻扣我 看我怎么死的 还是你最好 怎么能对我这么走心呢 我当然对你走心 我仔细琢磨了很久 最后得出一个结论 我对你走心了 发什么发呀 想什么呢 没什么 就是 有件事吧 还没来得及告诉你 什么事啊 郝俊 他跟我表白了 这事啊 我早就知道了 他还送了我二十八个生日礼物 不 你说他是不是故意的 又并不他 故意的应该不能吧 不过我猜他估计 都不知道自己踩雷了 不过话说回来 我感觉 他应该是很喜欢你吧 你这个答案 是从哪里分析出来的 你怕不是个恋爱脑吧 我看你们之前在一起的时候 挺亲密的 不 亲密不等于喜欢 你就是太单纯了 根本不了解男人 这男人呢 但凡看见一个女的 长得不错 这气氛呢又轰到那儿了 他就什么事都能做得出来 至于是不是真的喜欢 你不通过观察跟试探 根本就确定不了 反正我也不想跟考证 再有什么瓜葛 他喜不喜欢我 跟我有没有什么关系 万长 当你不知道 不是的 是吗 行 传闻 郑云 不是的 任怒 不是的 就是 我们的 年龙 中文字幕——Y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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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YK